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4月28号一天内就多达431宗灵火的投报 而根据新报的报道 灵火的飙升除了是天际干旱外 大部分原因主要是都是人为因素 灵火发生地多在内陆 泥汉土以及农作地 农夫都为了要开荒土地 不惜用火来烧巴 结果造成一发不可收拾 其中发生在雪州刮拉冷月的森林保留地灵火区 消防人员足足用了4个星期才成功扑灭火势 接着来看南洋商报头版独家叹息 政府有意解冻新外劳的引进 不过开出的其中条件是 包括了外劳要是逃跑的话 那么雇主得面临牢狱之灾 另外就是EMDB课题 国行已经获得总检察长的同意 对EMDB开出行政处分罚款 并指示EMDB必须把2009年到2011年期间 总额761令吉的款项汇回大马 不过国行未说明罚款数额 只有列出5月30号前必须瘫还的罚款 来看新闻快讯 正对近日频频发生手机爆炸酿死伤的事件 马来西亚通讯及手机业者工会主席陈国豪指出 手机本身不会爆炸 引起爆炸的是手机的电池 而造成电池爆炸的三大主要原因是 电池短路 电芯长期过冲 及电池质量 他还说如果行动电源放置车内 热度可以飙升至摄氏60度 而电池最高耐热度是摄氏60度 超过了就可能会发生意外 他均告消费者应多注意手机是否溢热 若发现电池肿大或电力不耐 建议停止使用 此外不合格充电器会造成短路触电 因此他建议 交费者向专卖电或信誉良好的商家购买 以免买了假货也忽然不知 前大马经济研究院董事 穆哈姆阿利夫教授表示 即使油价回升使马币回弹 然而马币仍未能反映其基本面 他指出 由于经济早前依赖原油和产品 加上大马所发生的金融丑闻 促使马币在2015年遭到重创 甚至连泰铢和印尼顿也不如 另外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预测 大马今年和明年取得4.4%和4.8%的经济成长 低于亚太今年与明年平均的4.8%和5.0%的成长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